HELLO 大家好,又是 Danny 教仲花 今天講什麼呢? 四大名求體體圖 是什麼來的? 底罐,底罐,底罐 正的底罐 這波多漂亮 這些叫做中尺寸,又不算太小 好,四大名求,底罐 我們就講一下底罐,底罐是什麼呢? 底罐是私人獎 四大名求,四大天王的私人獎就是 底罐,江山,谷水和花龍 上次忘記了 上次忘記了那個花龍 底罐,江山,谷水,花龍 四大天王 私人獎四大天王就是他 這隻很棒的 這隻以前很貴 因為它是四大天王 那時候你知道 這四大天王的東西 一貴就 很多人種 很多人種 它是什麼特別呢? 很漂亮 一個形像一個蓮花 好像那些佛子 坐著那個蓮花 這樣 嘩,是不是很棒 我先把照片給大家看看 那第二罐 它生長各樣的東西 照顧什麼東西是怎樣呢? 其實種就好像普通私人獎 那樣種 曬,乾,用一些火粒植料 加少許泥 但是呢 它生得很慢 這個要說的 就是它生得極慢 如果你 由種子種到這個尺寸 沒有三年五年 我未必可以 因為它真的生得極慢 我只有一波 又是差不多大 完全不覺得它有生長過 我覺得它的速度 比馬馬單更加慢 是完全不覺得 以前的尺寸 開開地開地 一年都可能生到三塊葉 但是完全不覺得 還有 有時 我反而覺得它夏天 反而更加慢 反而現在涼涼的 反而動得會快一點 還是我可能我的環境不適合 我不知道 因為我全部露養 照顧私人獎也不會怕曬 但它已經被我曬到紅了 但是它又沒有洞 我沒有理會它 說到蒂罐 這些東西 其實 你有時在花墟也會看到一架賣的 很大塊 大過這一塊很多 差不多整個盆 這個盆這麼大 是賣很便宜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落地的 什麼叫落地 我之前都說過 就是 小小破的時候 摺之隔摺 有些柱狀的私人獎 譬如三角柱 袖袍 那些柱 隔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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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摺 是有些柱頭的深 那些深 那深會很快沐質化 因為會乾 因為沐質化一附爛的話 就會開始爛根 所以那些落地的很多都做不久 所以便宜是便宜 因為有些可以是快很多 一上柱就 但仍然不玩不久 但是每個那些帝罐 你落地很便宜 就是一百幾十港元 但這些已經要差不多二三百元開外了 如果再大那些 至少五六百元 甚至乎過千都有 在大小而定的 其實它有多小像顏毛丹 一砰砰都生出來 抹尖也有些像 顏毛丹的抹尖也有些像 不過它差不多退化了 所以就不太見到 但這個仍是見到像的 還有說說帝罐有不同的形態 這個是比較圓的 圓短的 有些是比較長的 它有沒有什麼變種呢 就是帝罐錦 上面有黃色斑 黃色線條、白色線條 帝罐錦很貴的 帝罐錦一般都差不多 一千多六千元 因為很少 不過它圍存不太漂亮 就是你要找兩棵帝罐錦 你知道它長得慢 你要開花都不是容易 除非是大棵成珠那些 所以你花開已經難了 結果就更加難 所以種子便會少 所以就除了成珠外 這些你種的開花 真的有長時間 所以就說 如果建議買的 或者大家跟我買的話 就買大一點 起碼都是這些尺寸 對 如果大家喜歡的 想要大帝罐 你可以找我 在YouTube 或者在Facebook找我 我都可以 OK 那今天先人獎 這個四大天王 這個祭冠又說了 好 那旁邊這棵是什麼來 說說 這棵就是之前我講的 世業陽國 即是 香港比較流行 即是 泰國就大小羊都有 但香港就喜歡 世業陽國 因為 小棵很可愛 因為香港沒有地方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跟三毛玫瑰一樣 種化 要小心一點 陽國就不 比普通三毛玫瑰 更加不可以內焗 因為其實 三毛玫瑰是不能焗的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種室外好呢 因為它不能焗的 三毛玫瑰一焗 它會掉葉的 有些會腐爛 如果陽國更加是 陽國你焗的話 很容易腐爛 所以如果大家種 小心一點 最好放在窗邊 露台 如果室內 你死都要用燈種的話 就一定要開風扇 很弱的風扇 射著都可以 其實不用說 射到防噴聲 那還有陽國其實 比一般三毛玫瑰一焗的 即是如果你這個尺寸 你想要種大一倍 都要 起碼年半至兩年 即是我室外這樣算 算回室外這樣種 如果室內 很難不生大 那 還有什麼 開花 開花挺有趣的 那顆花很小 我有一顆大的 那顆大 最近也有開花 那我看下受了粉 看下出不出了種子 那 陽國還有些什麼呢 現在其實 泰國或者南美那邊 即是墨西哥 巴西那邊 已經玩到 將陽國和普通 重返大花那些 三毛玫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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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出來了 一樣有這麼有趣的卷葉 那些葉大一點 但是那顆花呢 是漂亮的 即不是說單反普通小的 是大的 那些是極鬼之靚 極之靚 泰國也有的 泰國沒有做到墨西哥 或者是南美那些 那麼漂亮 現在我覺得 以三毛玫瑰界 最漂亮就是 南美 墨西哥 南美那邊 意大利也OK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通常玩大花大葉 就不是玩到這麼精緻 即是玩到這麼精緻 又要細葉 又要卷葉 又要重返 美花 美色的話 我覺得是 南美那頭 還有墨西哥 那些我遲些 看來找到 都會找些回來玩一下 因為這些 這麼漂亮 這麼精品 那些 大陸台灣都沒有 都找不到 一定要去到那邊找 好了 那還有呢 這個楊國我遲些 就會混一些 班業那些出來 看是做不做到 因為如果有班業楊國 就很棒 OK 那今天講完了 這個楊國珊瑪 講完怎麼照顧 楊國 楊國其實跟 寶珊瑪一樣種的 不過呢 淋水要小心點 因為它要梳水 如果你積水的話 即是積好水 即是積好水 譬如你蠱蠱土裡 如果蠱蠱土太多的話 都會爛筋的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那 那就沒什麼講了 差不多 好了 那 片尾段 剪一些片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我自己 花牆 或者是 我朋友的花牆 那些片 OK 好 那下集再見 下集講另一件事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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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